HELLO 各位普洛影音網的讀者 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影片帶各位來到了我們巴洛克音響的現場 我們來到巴洛克音響的這間朱老闆擺出了兩台各位讀者很熟悉的 Audiobyte Black Dragon的DAC 到底這兩部有什麼不一樣的 我們特別期待我們音響論壇主編 陶宗豪來跟各位說明一下 第一代的Black Dragon已經推出好多年了 一直都沒有正式的改款 去年推出了新的版本 但是兩個的外觀看起來是完全一樣的 連面板上型號都沒有變 但它更改了三個地方 第一個是它必須要這個面板的這塊面板需要更換 那裡面的藍牙的接收模組 它是新增的一個模組要加進去 因為第一代它是有附紅花線遙控器的 但是第二代它沒有附遙控器的 它改用手機的APP透過藍牙連線 來控制這個第二代的版本 那其實它的遙控器主要是控制它的音量 內建的音量還有切換這個訓言的檔位 那第三個部分呢 是它必須經過韌體的升級 送回來這個巴洛克給專業的技師來升級 這個是沒有辦法自己透過電腦來升級的 有趣的是呢 這三個地方面板跟藍牙模組 其實是跟聲音看起來是沒有什麼關聯的 那主要的差異是在這個韌體的部分 我推測它可能是在這個FPGA的這個演算法的部分 做了一些修正 那更動的地方其實不大 但是聲音聽起來是非常的不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來巴洛克特地來聽聽看 這兩台的聲音有什麼差異 好的 那今天在巴洛克這邊 我們主老闆直接就是用剛才前面講到的兩台 新舊版本 Blackjack 然後直接接上這個庫拉芯 就直接做AB test的部分 那其實原本舊版的Blackjack聽起來呢 其實聲音就已經是非常均衡 基本上是找不到什麼問題 可是當我們一切換到新版本 更新過後的這個Blackjack之後 在場其實所有人 包括我們在內 感覺到整個聲音的進步真的非常的多 那我個人覺得說聲音進步最多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它的這個細節部分 那它的細節並不是說每一個細節部分都去強化去刻畫 而是你可以感受到這個音樂當中不同的細節 它們都變得每一個細節的這個凝聚更好 而且更完整 一開始我們先聽的是第一代的版本 其實聲音已經非常好了 它的聲音是屬於很直接很開放 解析度也都非常的好 以這個價位 那定價六萬多的這個價位來說的話 是非常好的這個水準 但是在聽第二代才發現差異非常的明顯 以這個鋼琴來說 鋼琴的低音觸見 它變得延伸非常的足 然後呢厚實度 飽滿度 這個下潛度也都非常的好 鋼琴的這個弱奏的部分 第一代聽來有一點朦朧的這個感覺 但是第二代即使很柔弱的這個音 它的這個音力的輪廓 清晰度都變得非常的好 鋼琴的快速演奏也是一樣 第一代聽起來音力沒有那麼清晰 我以為這個錄音原本就是這樣子 換成第二代之後呢 才發現每一個音符 每一個觸見都變得清清楚楚 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都依然是每個音力非常的清晰 就是在有一些鋼琴演奏的時候 我會覺得鋼琴那個一個鍵彈下去的時候 它那個泛音的層次啊 尤其是往上面的延伸 也會明顯的可以感受到 比這個原始的版本 它還要更綿密 而且往上延伸的這個高度啊 更多 剛剛還聽了一些弦樂 那第一代的版本 我認為表現也非常的好 不過它的個性是比較鮮活的 那琴音的線條很凝聚 傳透力很強 但是到了第二代呢 我發現它的音質走向有一點不一樣 第二代的琴音就比較柔軟了 比較自然了 剛剛聽的鋼琴也有這種感覺 鋼琴的觸間變得比較圓潤 比較有木頭味 那這個小儀琴的話呢 它的琴音不會太過的柔軟 它的核心還是保有一定的密度 所以聽起來是柔軟又有一點韌性 有一點Q的這個彈性的這個感覺 另外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它讓整個音樂畫面的眾聲 還有音場左右的開闊度都還要拉得更開 那這每個細節在當中 它不僅變得更紮實 或是它在空間裡面呈現出來的整個感覺呢 就會更明確 每個音樂的位置呢 每一個物件的位置 都在空間上分布得更均勻 聽完了這個新舊兩個版本的Black Dragon之後呢 我很驚訝的發現 這個新版的售價 竟然跟舊版的是一模一樣的 定價都是六萬九千元 那以這樣的定價來說的話呢 我認為價格不貴 但是它的整體的表現 是不止這個定價 如果說以前還沒有買Black Dragon的用家呢 現在也是一樣花一樣錢 出貨的就直接是新的版本 那如果是以前就已經購買了 舊版的Black Dragon的用家 直接跟我們巴洛克的代理商來聯絡 只要花一萬兩千元呢 就可以原廠的 這個代理商這邊就會幫 幫你跟原廠來叫這個 升級的套件 然後也是由巴洛克這邊的師傅 來幫你把舊版的機器做升級 那我們有興趣的用家呢 歡迎都可以跟我們這個巴洛克來聯絡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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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